好像是一個剛裝潢好 非常新 條件非常好的案子 一進場之後發現說 狀況百出 大家好 我Storiz 現在呢 我在三重的一個案場 那它的格局呢 是三房兩廳 然後有兩個衛浴 那今天我們要做的工程呢 是水電的工程 其實這間蠻特別的 當初我們的業務 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就看照片 覺得說 欸 好像是一個剛裝潢好 非常新 條件非常好的案子 設計師一進場之後發現說 狀況百出 之前可能是投資客有來翻新過 但是他們沒有考量到未來租客 他們實際的需求 他們可能只想說 比較好脫手 看起來比較美觀 所以很多基礎的工程都沒有設置好 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處理這些問題 首先 這是他原本預計的一個 小廚房的區域 然後像這邊就有流水 但是比較特別可以看到說 怎麼會有這個 Blega Blega 用於保護電路的安全裝置 你看 這是他原本的電箱 是屬於比較小型的那種 可是這個空間 他其實是三房兩廳 所以預計會裝四台冷氣 洗脫烘 下千式的電磁爐 等於就說他其實Blega已經不夠用了 所以這邊就是未來 下千式電磁爐會放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有辦法新增一個Blega 然後這邊拉的就是220的電 其實這個位置 不要有明火 其實都算蠻安全的 如果跳電或什麼的 這樣子比較好方便開關 除此之外 這個地方 我們有幫他新增了一個出水 因為這裡也會是 未來要放洗脫烘 留給他的220的電 為什麼洗脫烘要放在這 這個空間他算蠻大 但他沒有後陽台 前一個裝潢的人 也沒有留洗衣機應該要放的位置 他留的位置超級奇怪 大家去看 怎麼突然噴水啦 蛤 水風噴水了 那時候我們設計師就一直在找 放洗衣機的位置 因為你放洗衣機你要有電 然後你要有進水 你要有排水 其他兩樣都還算好處理 但是我們就一直在說 排水到底在哪裡 後來就找到一個 疑似排水的地方 超級奇怪的 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把它封起來了 可能他原本預計是想要 坐在走廊的盡頭 然後排水的話就要從這邊過去 但實際上這樣子超級難使用 所以後來我們才會選擇說 在廚房那邊再多做一個排水的地方 讓洗脫烘去中 然後那這個位置我們打算放什麼呢 就是會放30加元的 除熱式的熱水器 為了要放在這個地方 我們做了一些工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電的部分 原本我們預計從別的地方拉一個220過來 後來發現說 我們可以用裡面的線路去做更換 這一條呢 就是接到熱水器本身 外拉式的電線 為什麼這個暗場會選擇 使用除熱式的熱水器呢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呢 除熱型跟順熱型的功效其實差不多 用電量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順熱型的熱水器它需要裝在就是離浴室比較近的地方 可是還有兩個浴室 如果今天我們選擇順熱型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一間浴室 各裝一台 拉電可能要拉兩台 安裝費也是要兩倍 所以在這個環境之下 裝除熱型的熱水器是比較省錢的 第二點是我們這一間浴室其實比較小 如果今天我又再裝一個順熱型熱水器在上面的話 其實基本上那個空間會看起來更壓迫 所以我們才會選擇就是放熱水器在這邊 基礎的水電工程應該今天就會結束 那下一個我們的工程呢 就會是 廚具工程 還有一些 洗脫烘的進場 那我們就下次見 那我們現在廚具工程已經完成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做的配置 那像這一台排油煙機 它其實是比較便宜的款式 那像這種便宜的機種啊 它的排煙效果其實就比較有限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它排面的高度要盡量掌握在65公分到70公分 那像這一次呢 我們就安排70公分 像我這樣子160公分的女生 在使用上也比較不會有壓迫感 這一次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也就是我們烤波的工程 因為牆壁上還有一個壁面龍頭 所以在規劃玻璃的時候就蠻煩惱的 因為想說如果要配合這一個 又要配合這一個 那這樣子玻璃是不是切割的工法 會讓整體不美觀 最後解決的方法就是 我們請水電師傅 幫我們的壁面水龍頭先拆掉 然後整體安裝完玻璃之後再裝回去 讓這邊有一個比較間接的視覺效果 但是像這邊 其實如果你今天比較搞剛的話 也是可以請玻璃師傅 幫你挖一個這樣子的孔 但相對來講 它的切割的費用就會比較高 最後呢 我們就是折中就是用比較少的片數 所以它的線條也沒有到非常的多 整體的費用就比較便宜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櫥櫃 未來這邊是一個出租空間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最常用的櫥具配置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是一個不鏽鋼的檯面 不鏽鋼的費用會比較低 再來就是它的耐用程度比較高 因為如果選擇人造石的話 會有一些保養的問題 因為它怕熱然後怕刮 那你可能退租之後 就要再做一些後續的保養 那就是一個額外的費用 所以我們這邊就選擇了 一個不鏽鋼的檯面 再來 櫥櫃的櫃體本身 我們就是使用木星版 木星版相對來講 也是稍貴一點點的材質 但是它在後續的維護 和使用上的年限 相對其他材質就比較高一點 通常我們自己的房源 都是使用木星版的櫃體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遇到一個小難題 這邊有一個轉角的機靈空間 因為我們要做這樣子 一字形的櫥櫃嘛 下面我們有想要做一個開門的抽屜 如果今天我們把櫃體做到滿的話 它的這扇門是完全沒辦法打開的 所以我們這邊有偷留了一些深度 讓這個門還是可以打開 像這種出租房啊 我們就是沒有再多做一些拉攬 或是一些五金配件 都是最簡單的層板 旁邊呢 就是我們的洗脫烘 當初有跟大家分享說 我們這邊是有拉了一個排水 出水就是沿用之前壁面水龍頭的 排水呢 我們就是走這個櫥櫃的踢腳板過去 那其實這樣子看的時候 也不會說 有管線外漏的問題 那當初在規劃的時候呢 我們洗脫烘和廚具中間 就其實有預留了 60公分到70公分的一個寬度 這樣子我們在使用 這個水槽的時候 才不會覺得非常的擁擠 平面圖畫的時候啊 我們是建議說 屋主在這個地方 看要不要配一個小冰箱 但是整個家庭式的空氣 其實有三個房間 一個小冰箱真的是 最後我們還是建議 屋主買一個中大冰 我覺得就是保留了 走道的流暢 又離廚房比較近 也比較好拿去 上次呢 在安裝溫水器的時候 師傅有缺一個工具 所以沒有安裝好 現在就是已經安裝完成了 水罐也都截好了 甚至就是我們連這個 遮蔽簾的部分也OK了 今天來測試一下 我們安裝好的成果 有欸 馬上會有熱水 現在我們來 然後另外游室再看一下 熱水器的效果 OK 有熱水了 這個浴室也比較遠嘛 但是其實等待的時間 也大概30秒 不會等到非常的久 對 就是熱水器OK 以上基礎工程 我們大致上都已經完成了 只剩下家具進場之後 就可以出租 我們當初接手這個房源 都覺得它狀況非常好 但實際來的時候 狀況百出 因為像這個房子 它沒有天然瓦斯 然後也沒有熱水器 然後兩個浴室 又離得非常非常的遠 最後我們就使用 除熱室的熱水器 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房源 它本身沒有陽台 所以它的洗脫空 只能配置在廚房這個位置 所以當初在廚房的動線安排 就思考了非常的久 最後一個問題呢 是這個房源 本身沒有天然瓦斯 但是它的電箱又太小了 所以我們只能 額外接一個 BLAGA到這邊 才能使用我們的 檯面式電磁爐 以上這些問題呢 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解決方法 然後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